魅力 两岸国学大讲堂是平堂两岸国学中心 推出的一个常态化国学活动 以两岸共同的文化基石为纽带 采用走出去引进来的这种可移动式模式 那么并通过全球互联网直播 和多渠道多维度全方位的传播方式 让两岸国学声音畅响世界 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 目前每月一期已连续举办的四期 那么这一期我们有幸走进北大 与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更加有幸的是 这一期我们邀请到的国学界的泰斗 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佛学家 楼宇烈先生 带来的主题演讲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特质 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和我一样 充满着期待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有热烈的掌声 有请楼老闪亮登场 各位朋友 各位 大家上午好 很有幸来到两岸国学大讲堂 来谈谈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一点心得 今天给我的题目是 中国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特质 当我们讲某个东西有什么特质的话 它一定是在跟其他的东西相比较中间 才可以显现出来的 所以中国文化的特质 我们讲是一种人文的特质 它也是在跟其他的西方文化 其他的东方文化 比较中间出现出来 在中国文化有这么一样的特质 那么我想首先对于人文这个概念呢 要稍微做一点 离清一下这个概念 首先我们讲的人文 不是我们现在一般的 学科的分类里面的那种人文 学科的意思 它不是一个 跟学科分类中间我们现在有 自然科学啊 社会科学啊 人文学科啊 它首先不是这个意义 就是这样的简单意义上的 人文这个概念 因为它具有更加深刻的一种 含义在里面 中国文化中间人文这个概念 最初是出现在我们这个 周易这本书里面 周易里面讲到 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指人文也 关乎天文以差十遍 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有那么一句话 这里面我们看到啊 人文是跟天文相对 天文 天文的蚊子 这个人文的蚊子 这蚊子在中国 古代的意义 上面来讲 最初的意义来讲 它是一个文式的意义 就装饰 文录的意思 文理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块木头 它不是上面什么也没有 它上面有很多的文录 有的文录很漂亮 有的文录很特殊 有的文录很平 平平平平平常常 罢了 一块一块玉 玉上面明眼有個 古代的文录 文的意思 这就是一个文式的意思 張式 天文是指天怎么样 长式 人文就指 是刚柔交错 或者说阴阳变化,或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北京交价,这样的变化无穷,就签文。 人文就是人的装饰,人的装饰是一个什么装饰呢? 文明遗旨,天的装饰是刚柔交错,人的文师呢?人的装饰叫做文明遗旨。 这边又涉及到文明这个特点。什么叫文明?文明遗旨。 遗旨是所谓的遗旨,是停止的旨。 人是通过文明来让你停留在这个地方,呈现这个样式。 这又涉及到文明这个概念是一个什么概念? 文明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讲的文明。 我们核心价值观念里面也有文明这个概念。文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现在有的时候我把它讲的一个很普通的概念,就是有礼貌啊,举止啊,什么都恰当啊,就是文明。 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肤浅的文明的意义。 还有一种解释呢? 还有一种解释呢? 就把文明看成生产方式的进步。 生产方式的进步。 我们人类生产方式一步一步地发展。 生产方式一步一步地发展。 我们比如说我们人类最初是游牧。 游牧的民族。 就是虚物生产的方式。 后来进入到农耕。 后来又进入到工业。 所以我们常常有虚物文明啊,农耕文明啊,工业文明啊,等等这样的对文明的称呼。 那就是着重在生产方式变更。 着重在人类控制物质世界的手段的进步, 来讲这个文明的概念。 其实这个概念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那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来讲这个文明的概念是什么呢? 这以文来明。 就是通过人的自我装饰啊,开始, 跟非常质朴的、质罗罗的、质罗的、质朴的、质朴的、 质朴的、质朴的、质朴的、成泳样式发生了变化。 这个就是人类的, 就是人类的, 我们常常讲的, 人类出了动物界以后的变化, 这叫做文明。 在动物界里面,它可以赤裸裸地就走出来了。 没关系,它就是这样的。 我们会说它很支付。 我们人类如果还是像动物那样, 尤其到后来,我们人类还是像动物那样,也是赤裸裸地出来。 特别在今天,我们就可能会说这个人野蛮了。 所以我们一定会,所有人类它一定要穿上一件衣服才能出来,最起码的。 这种自我装饰了以后,是自己跟动物区别开来,这叫做文明,以文来明。 通过装饰我都没出来。我再不是像动物那样,光着深度我就出来了。 这还是一种外在形式。 更有一个内在的,因为也只有人,只有那种分辨的能力。 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懂得人跟人之间应当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持让。 这才叫做人。 所以以文来明,除了外在的,我们要通过装饰。 我们穿着衣服,我们租上房子,而不是装进山洞。 那么还要我们从内心上面来讲,人与人之间相互有一种尊敬,相互有一种爱护。 装饰来呈现的,跟动物不一样了,只有一个文明。 你问来明了吗?它不是赤裸裸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就是人为这一自我的认识,然后自觉地怎么样跟动物区别开来。 这个文明才一步一步的前进。 在中国,文明成熟的标志就是礼乐文化的出现。 通过礼乐的教育,让人们自己懂得每个人言行举止规范。 每个人应该具有一些什么样的品德。 比如说我们传统文化中间经常讲的五人关系。 就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作为动物来讲是可以乱人的。 乱人的。 作为人子不能乱人。 必须要遵循。 遵循父子有亲、夫妇有子、 党有有序、朋友有序这些道理。 这才叫人嘛。 所以我们的礼乐教化或者礼教的核心就是这样一种人的自我认识。 自我来规范我们自己的原型举止。 来规范我们内心相互之间的尊重。 所以刚才我讲的文明遗旨就是通过这样一些东西来让我们每个人懂得做人的道理。 做人的规矩。 这才是显示出来的叫人文。 文明遗旨,人文遗旨。 那我们对整个社会呢, 我们就要关注这种人文, 关注这种人文, 来教化天下, 使得我们整个社会都进入一个文明的社会。 所以人文的特质就是, 在中国文明显示出来的人文的特质, 人的自觉和自律。 我们进入了人文社会以后, 我们进入了文明社会以后, 就应该做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的规矩, 遵循一定的规矩。 不能够像动物那样,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首先要认识这个文明是什么意思, 人文是什么意思。 这样我才可以知道中国文化的特质。 中国文化的特质里面, 就非常强调人的在动, 从自觉到自律。 所以也可以说, 人文的特质就是表现在人的自觉和自律。 通过自觉上升到自律。 所谓自律就是自己来规范自己的原理制止。 让自己的行为合乎人类社会的文明的要求。 如果讲一个比较书艺的话来讲, 大家一定也知道。 就是孔子提出的人这个学术, 人呢,人意的人,人这个学术。 什么叫人? 什么叫人? 什么叫人一个人? 那有很多的解答, 也有很多的说明。 我们主要最熟悉的一个就是, 人则爱人。 那我们比较熟悉这个说法。 这个是不是人的意义呢? 是,人就要求我们相互的, 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的尊重,相互的爱护。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侧隐之心。 人的主要有一种同情心,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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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护心。 这是人的一个含义。 但是人的最根本的历史, 最根本的历史还不是这个。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在中国很多古代的变形。 这一本著作叫《荀子》里面记得这个故事。 在《汉代的韩世外传》里面记得这个故事。 在《大字的礼记》里面也记得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讲的什么问题呢? 讲的是,孔子有一天在屋子里面休息。 他有个弟子叫做子禄的进来了。 孔子问他两个问题。 什么叫人啊? 人意的人啊? 什么叫人啊? 什么叫知啊? 知识的知啊? 我问他俩过去。 那么知我先不谈,我就讲人。 子禄怎么来回答呢? 子禄说, 人者被人爱。 你是不是无事的一个人。 讲人的人呢? 一定会受到别人的爱在尊重尊敬。 孔子说, 说得不错。 你是一个, 是, 都故事的人了。 你可以做这个, 懂得这个道理。 是, 子禄出去了。 他的另一个弟子叫子贡进来了。 孔子还问他这两个问题。 那子贡是怎么回答人的呢? 他说, 人者爱人。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们最普通的论语。 因为确实是, 在论语言我们看到, 孔子回答, 凡此问人的时候, 孔子就能回答他。 凡此问, 怎么叫人? 孔子说, 人者爱人。 孔子也很赞赏, 可谓是君子义。 已经达到了君子的词。 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间, 一个道德品质比较高的人的称呼。 可以说, 读书人中间, 具有比较高的道德品质的人。 智君子。 子宫出去了。 孔子最心爱的弟子, 颜渊进来了。 孔子还是问他这两个问题。 颜渊对于人的回答是什么回答呢? 人者自爱。 我们看这三个回答。 一个是为人爱, 一个是爱人, 一个是自爱。 三个回答不一样。 孔子听了以后, 非常赞赏。 非常赞赏的远远回答。 他说, 可谓为民君子义。 已经不是一般的君子了, 是通透地明白作人道理的这么一个君子了。 凌惊心。 这个故事让我们联想到了。 为什么孔子那么赞赏, 人者自爱这个说法呢? 我们就还回到论语里面来看。 论语里面也有个孔子回答, 人家远远问人的问题。 远远问孔子什么叫人。 孔子怎么回答呢? 孔子说, 可己不礼为人。 可己不礼为人。 可己就是管住自己。 可己, 管住自己。 让自己的言行举止, 匆匆符合理的规矩。 这就叫做真。 圆远还要请他, 你再仔细地给我细细地讲一讲。 可能我可以。 可能说可以啊。 请问极目了, 人家就讲了。 非理无视, 非理无听, 非理无言, 非理无动。 视, 看东西。 听, 言, 说话, 动, 行为。 视听言动。 如果是不符合理的要求的东西, 都不能去做。 我们看, 这个回答里面说明了, 人的核心是自我管住自己, 可己。 是一个人的自律的行为, 这才叫人。 所以我们现在人讲爱人, 那不行, 首先要自己管好自己。 这才是最根本的人的这样的思想和信任。 所以我们的人文精神就是讲文明依旨, 文明依旨就是按照礼教的要求, 礼的要求, 来管制自己的视听言动。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特质的。 我现在不知道, 中国文化, 人文的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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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西方文化主要走歐洲了。 他進入了一個以神為本的這樣一種文化的體系。 構想這樣一種文化的體系。 他就認為我們的世界是神創造的,有一個造物種。 是在我們現實生活世界中之上之外的一個世界,神的世界。 神的世界裡面有個主神,唯一的、全知全人的、至高無上的神,上帝。 我們這個世界萬物都是這個上帝創造的。 我們人類的命運也是要等待上帝來成就的。 因為我們人類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違背了上帝的意志,帶有原罪性。 所以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我們要贖罪。 我們的贖罪要靠上帝來成就。 成就的是我的靈魂。 把我的靈魂成就到天堂裡面去,跟上帝同在。 一切都要聽從神的意志。 這種情況發展到十五世紀。 以後大家覺得這種文化它的舒服性太大。 人的主動性能動性體現不出來,得不到發揮。 所以這個社會的進步是越來越慢。 現在歐洲十五世紀就開始了。 要回到傳統文化中間去。 尋找有沒有能夠突破這樣一種文化舒服的出口。 這就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文藝復興運動。 文藝復興運動就是要希望到公元之前古希臘羅馬的文化中間去。 能不能夠尋找到一種衝破。 從公元開始的,已經連續了十五個世紀的這樣一種。 一切都聽從神的意志的這樣一種文化的舒服。 當時就很多人都,文藝復興時期很多的思想家都在努力地尋找著。 那麼到了十六世紀,歐洲發生了一個宗教改革。 從基督宗教的內部,產生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新的力量。 於是就產生了新教,基督新教。 這個時候在傳統的基督宗教裡面,就出現了一大批的傳教士。 就是神父,失去了他在歐洲的這種市場。 沒有地方去推銷了。 於是一大批神父來到東方,來到中國。 來尋找,來傳播。 上次的福音的兩個地方。 這一批傳教士來到東方,來到中國,看到中國的文化。 跟西方的絕對對於神的統統的文化不一樣。 中國人是強調人的自我提升。 在上述裡面有一句話,可以說, 這個也是表達中國文化的那種根本特製的中國文化。 還有一種說法。 黃天無親啊,唯德是福。 黃天上帝不講你是跟我親不親的問題。 我就看你有沒有德行。 你有德行,我就幫助你。 你沒有德行,我幫助你。 這個決定權呢,人的命運的決定權呢,是在自己身上。 自己身上是怎麼呢? 這是你的德行的提升的問題。 自我超越的問題。 所以中國文化為什麼那麼犧牲、犧牲呢? 希望自己成為一個賢人。 希望自己成為一個聖人。 道德品質他們的提升啊。 人的自我覺悟越高啊。 然後又會天時地利人和。 做人做事作為成功。 活著的話就不可能成功。 所以主動權掌握在人自己手裡。 這些傳教師就把中國的這些文化傳回到了歐洲。 可以說影響了當時歐洲的許多許多的實驗家。 特別是後來的。 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思想家。 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思想家。 對於中國文化稱讚備制的。 稱讚備制的。 你要一個這樣的選手的, 另外稍微是哪一個人有去重視把握的曲家? 其實我們今天就去買一些大人的主持社會。 這樣很多人とか一家人都め隨便說。 這人就是品牌的賢人, 員是使用什麼處女搯的。 還有等等。 你可以 Per supposed to buy any more flourisher times the массив Ellitzons家。 就必然變成外觀完全的感覺。 人本主义大起。 這個影響在歐洲是非常之大, 用人本主義去批評、批判和衝破歐洲十五、六個世紀以來的以神為本的戰鬥文化模式, 強調人的理性的根本性和重要性。 把中世紀一切都要到神的審判台上,上帝的審判台上去, 進行檢驗審判,轉變到了後來的世界, 要到理性的審判台上去接受審查。 這個人本主義的精神,歐洲的審判運動時候的人文精神, 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國文化的, 這種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的人文特質的戰鬥文化的影響。 當然也有古希臘羅馬一些文化因素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中國人認為人本主義思想是從歐洲傳來的, 歐洲審判運動以後,傳到中國來,其實錯了。 人本主義是中國文化的土產和特產。 我一定要了解這個歷史。這個歷史不是我下編的, 我們就可以看歐洲的許多講述到,從文藝復興, 也到啟蒙運動,這個歷史的很多著作, 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歐洲的人本主義, 是從中國文化中間以人為本的人文特質的思想和文化的影響。 但是我們也看到人本主義在歐洲出現出來以後, 卻是人從此從上帝的腳下站了起來, 不再完全符合於神的腳下了。 所以人的理性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這就是現代的科技。 現代的科技,一切的科技的成果, 都是人類理性的參與,理性的成果。 這是毫無疑問的,非肯定的。 但是在歐洲這樣一個,他們的傳統文化中間有四個月的方式, 就產生了一個大的問題。 西方的文化中間四個方式, 比較走兩個極端,非此即彼。 所以當人類從神的腳下站起來以後, 就開始認為人了不得了。 原來是上帝主在一切, 現在有人類主在一切。 所以隨著科技的越來越發展, 人類這方面的信心也越來越足, 底氣也越來越大, 就喊出了重要的口號, 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人定順天。 於是我們知道, 在歐洲, 基本上就出現了兩個問題。 一是科技外, 一個人類中心主義。 人類中心主義。 這也是現在可以說, 在西方, 在真的很多思想家, 在進行反思的問題。 所以在批判的問題。 批判這種人類中心主義。 批判科技外的, 這樣的思潮。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把中國的人文, 特製跟西方的人類中心主義混為它。 這也是覺得不能混為它。 兩個根本不同。 所以我以後再講。 西方隨著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潮的蔓延, 隨著科技萬能的, 人定升天的, 結果是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什麼反面呢? 就發生了, 這個, 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 兩次世界大戰。 我看這兩次世界大戰。 歐洲真的舉行經驗會。 經驗什麼? 經驗一次世界大戰。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百週年。 活動經驗會。 這兩次世界大戰。 這兩次世界大戰呢, 又引起了歐洲很多思想家反噬、自控。 怎麼會人類發生這麼殘酷的, 相互殘殺的行為呢? 這樣的戰爭呢? 但是有各種它的反噬。 但是反噬裡面, 最終大家有一個比較共同的人。 一切戰爭的目的, 最後的目的, 就是為了資源和財富的爭動。 資源和財富。 那就說明人類為了資源和財富, 不惜相互殘殺。 那麼這個結果說明了什麼呢? 人又讓誤啊。 資源和財富不足的誤嘛。 人又讓誤牽在鼻子走了。 人從原來易化成了神的努力的情況, 變成了現在易化成為誤的努力的情況。 人的主體性、獨立性又丟失了。 又丟失了。 所以兩次世界大戰以後啊。 西方的很多世界家, 又重新提出來, 要高舉人本主義。 人本就是維護人的獨體性、獨立性。 既然原來成為神的輔助品。 伏伏在神的腳下不好。 那麼現在伏伏在誤的腳下就好嘛。 人的不是主體性、獨立性又丟失了嗎? 只要有誤,就到哪裏去。 只要誤誤,我就高興了,我就滿足了。 成了誤的努力了,那還行嘛。 所以又重新反思提出來了。 重新要高舉人本主義的打擊。 這時候他們加了一些新人本主義。 原來的人本主義是要讓人從神的腳下站起來。 現在的人本主義是要讓人從物的祝福下面獨立起來、自覺起來。 又提出了新人本主義。 而且可以說幾乎一致地認為, 我們要恢復新人本主義, 我們要高舉新人本主義打擊。 它的思想資源,它是要到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間去尋找。 這幾乎是當初的很多世界上講的一個共同的東西。 你從這兩個世界,兩個世界大的文化的問題中間, 我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 我剛才講到我們中國文化, 傳到人的自覺、人的自閉。 或是靠外面的某一個力量來控制你。 為人有己啊,科技福利為人啊。 要我自我克制自己啊,自我管好自己啊。 這才是真正的人啊。 這個人跟人也是同一個字。 人者、人也。人也就是人的問題。 所以中國文化中間不是盲目地崇拜的一個造物族。 所以在中國文化中間可以說, 基本上沒有造物族的理念。 萬物族自然而然生成的。 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天地和氣萬物自成。 它不是有意識的、有目的的。 像上天那樣有意識的、有目的的來製造這個物、製造這個物。 做自然界。 氣、不同的氣結合在一起, 達到核的狀態,就產生了這樣的物,產生了那樣的物。 它自然而然生成了。 它沒有造物族的。 人也同樣是天地之氣、天地之核氣產生的。 人也不是一個什麼造物族。 所以人要保持人的一個獨立、獨立性。 所以人不許屈服、不許盲目地服從一個神。 中國人崇拜的是聖人。 中國人崇拜的是聖人。 聖人。 崇拜的是人聖。 崇拜在人類中間湧現出來的榜樣。 它不是去崇拜一個造物族。 我們看到中國文化中間也有很多聖人了。 聖人啊、神啊,這些聖人、聖人。 其實。 很多情況下都是在人類生活中間湧現出來的, 值得人們敬仰的、值得人們摩拜的、效法、學習的。 我们当老师的人就是以自身先师为我们的榜样。 自身先师为我们的榜样。 这些自身先师,他们就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是因为他们的德性高。 甚至于他们的德性能够跟天地相配合, 跟天地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到,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孔庙里面去看看。 所以孔子得配天地。 在中国文化中间, 德性最高的就是能够跟天地一样。 天地具有最高上的品德。 所以中国人很多品德也是从天地万物中间去学来。 就是天地最广大物色。 天地生万物,它从来不去主宰万物。 这就是我们老子里面经常讲的一句话。 生而不有,长而不在。 不许当它的主宰。 不许当万物的主宰。 天地生万物,但是天地不是万物主宰。 天地就让万物主宰。 按照自己的,从天地中间所获得的那个品性, 自由自在的发展。 所以做一个圣文也应当是如此。 我们学习圣文也要学习这个。 圣文是把天地的广大物色精神, 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中间去。 成为人们的榜样。 圣文以万物作为自己的学习的榜样。 比如像老子里面讲到的, 上山落水。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高尚品德的人, 就要学习水。 水是最高的上, 上山就要像水一样。 水为什么有那样高的品质呢? 我们可以看看。 水永远是往下流的。 天下的态度。 天下,非常谦虚。 水普任万物。 给每个物中的物, 受到它的水的滋润的, 浊涨的成长。 但是水从来不求回报。 这个无私的精神。 水是最柔弱的, 但是它可以击穿石头。 最坚硬的石头它都可以击穿。 这就因为水具有那种坚强的, 坚持不懈的, 专心一致的这样种精神。 如果滴两臂不滴了, 今天滴这儿,明天滴那儿, 那什么时候还能够把这事滴穿? 因为它老是在这上面滴、滴、滴、滴。 坚持不懈。 专一,就成了个地方。 做人数人应该学习这样的地方。 哪怕一根竹子,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有一幅对人讲。 未出土是亦有结, 及凌云处尚虚心。 我们想要这个对人描述。 描述的是什么东西? 竹子,一听进去就知道。 我们到竹林里面去, 挖开图看看。 底下全是结, 结,竹结子。 特别是根木, 还没有刚冒出来的, 根木已经充满了结。 这幅连说明什么呢? 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当你默默无闻的时候, 还被埋在土地下的时候, 你也有骨气。 我们就常用结气、结气。 气、结、气、结。 要有这个骨气。 不能够乱来。 要坚持做人的原则, 做人的品德。 未处处是, 已有结。 已经有了这样的骨气。 即凌云处伤虚心。 当竹子长得太高, 都要够到云彩了, 中间还是空的。 虚心。 千亿虚心。 所以竹子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要像竹子那样做人, 具有竹子那样的品德。 我们看到乌鸦, 反腐, 就告诉孩子, 要懂得反腐, 要感恩。 你看乌鸦都懂得这个。 乌鸦都知道这么做。 小的时候, 老乌鸦去找东西来给他, 喂他。 现在老乌鸦老了, 飞不动了, 那他去找东西来, 喂老乌鸦, 反腐嘛。 乌鸦都懂得这么做。 作为一个人, 那不应当他去做。 更应当他。 所以中国人的所有的品德性, 都从天地万物中间去学来。 而差异就是万物的这种做法, 都是条件反射的做法。 我们现在的食物学也好, 动物学也好的说法, 都是条件反射而已。 而人是自觉的。 这就是人跟动物的差异, 跟万物的差异。 所以我们并不是去崇拜一个造物主, 一个救世主, 我们一切主要的警察都没有。 所以我把中国文化的人文特征, 归章为一个特征。 尚伯拜神教。 拜神教不会看得那么错。 同样的, 为了要维持住人的这样的责心, 这样的自觉的责心, 那必须要防止很多外界的干扰。 而外界干扰里面, 最大的干扰是什么呢? 就是物质的引诱。 物质的引诱。 物质的服饰。 所以在中国的人文特征的文化上面, 又非常强调要防止物质欲望对于人的那种侵蚀。 所以你要主动地去支配这个物质, 不能让物质牵在鼻子走。 这个说法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我们现在从先行最后一个大战。 他说古来就有这个传说, 就有这个说法叫什么呢? 军子异物,小人异物。 这里面把军子跟小人对比。 这也是中国文化中间有特征的。 军子是有道德品质的, 小人缺乏这个道具。 那是这边。 义,什么义呀? 牙义的义。 有没有的梅这个字, 把三字就去掉, 变成双绿。 义是什么意思? 支配嘛。 奴役,奴役,支配。 所以军子应该去支配物, 掌控这个物。 小人是让物支配了。 千万不能做小人。 我们要做军子。 所以中国文化中间非常重视这物的, 对人的德性的情绪。 所以非常重视毅力之变。 力之当头, 还是义之当头。 建立失意, 还是建立妄议。 这就很重要。 这是显示出一个人的根本。 建立妄议, 就是小人。 一直当头, 就是君子。 我们不能为了一些力, 忘掉了作人的原则。 坑闻怪骗。 我们不是讲圣贤吗? 圣贤、圣贤。 圣人、贤人。 贤人的标准里边有一条, 就叫做富有天下而无怨财。 我可以财富多得不得了, 富有天下财富不得了得多。 但是没有怨财。 什么叫怨财? 让人家怨恨。 你这个财产来路不明。 是从我这边抢去的。 是我这边骗去的。 就是怨财。 但是他富有天下而无怨财。 他一切都是正正当当的, 一直当头获得的利益。 这就是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 人要做一个独立的人, 要有一个主体的人。 既不能成为神的奴隶, 更不能成为物的奴隶。 所以在中国文化里面经常有毅力之变, 有天力、仁力之变。 都是来防止物以对人的侵蚀。 就是防止人被人为物的奴隶。 就是人人, 也可以说人的一种自我异化。 人是有可能变, 持续主体性变成, 异化成神的奴隶。 也可以持续主体性, 异化成物的奴隶。 而我们这个人文特质的文化, 中国人文特质的文化, 我想就要防止这两个。 既不做神的奴隶, 也不做物的奴隶。 要保持人的主体性、 主力性。 要管住好人的能动性。 作为一个人, 特别是讲到他的能动性的问题。 因为人的能动性, 在万物中间最大的。 最大的。 在万物中间, 人是具有最大的能动性。 它可以去超越整个大自然, 给它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条件。 它可以超越, 它甚至于可以突破。 所以我这样讲。 因为人的这样的特性, 我就讲。 我说我很相信这么一句话。 人啊, 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 人只要想到了, 它就可以去做到。 这是人的特性, 也是很好的, 确实是很好的。 也是人跟其他的物不一样的地方。 人的这样的能动性是那么巨大。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作为一个人, 他想到的, 是不是一定要去做到。 当他去做到的时候, 要想一想, 是不是会损害到别人。 不需要想到这样。 如果想到这一点, 它会损害别人。 它会损害我们的子生后代。 那么我现在, 该当做还是不做。 损害了我们就不做。 虽然我也想到了这样很好。 对我们今天来讲, 对我们个人来讲很好。 但是影响到了子生后代, 影响到了别人, 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去做。 这就是人的自律。 这也是中共文化的一个特色。 我们不能穷尽。 人的欲望的发展, 它是可以穷尽我们的自然之源。 不要以为我们自然之源 功夫得不得了, 能不能穷尽。 只能够穷尽。 所以, 先行的一位思想叫寻止。 早就警告我们, 早就提出来了这个问题。 不要让人的欲望去穷尽了万物。 也不要让万物来区费你的欲望。 所以, 人如果没有自我约束, 那这个很快的, 就会穷尽自然之源。 让万物都听从你, 都给你服务。 都给你服务了以后, 结果是你被万物剪在鼻子上。 失去了人的独立性。 人的能动性的发挥, 一定要受到限制。 这个限制不是外加的, 而是人的自觉。 认识到以后, 自我约束。 这就是所谓的人文的特征。 就是自力。 那么, 中国文化其实体现在方方面都是这样。 我们常常讲的中国传统文化。 它的主干, 它的主体, 是辱、世道、三教。 辱家思想, 和教思想, 和道家思想。 这三个思想都是教导我们。 要人要有自觉, 要自律, 要自我提升, 自我超越。 不一样, 在这些地方完全一样。 它不是靠外的。 现在我们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误解。 我们信活就是靠佛来救助我们, 要成就我们。 靠佛来赐给我们这样的佛, 那样的寿, 那样的子孙后代。 其实这也是对佛教的一种误解。 佛教同样是一个具有人文特质的这种宗教。 它不是靠佛菩萨来救助我们的宗教。 不是。 更不是佛菩萨来创造这个世界。 佛菩萨这个造物, 更不是。 首先佛教认为这个世界万物怎么来的? 世界万物是源起而生的。 源起而生的。 所以源起的理论就是讲, 万物都是一个整体。 有了这些物, 所以才会产生那些物。 这些物消失了, 那些物也就没有了。 所以佛教是反对神造世界, 反对神来创造万物。 佛教的产生就是针对当时印度社会主体文化, 佛罗门教的信仰世界神创造的。 很出现。 它就跟印度主体文化, 印度社会的主体文化相对立。 首先从万物的生存方面, 否定了神造这个世界。 我们都做到印度教里面, 认为千奇万物做出神造的。 人的命运也是由神来决定的。 不仅否定了神造世界, 所以一切都是源起, 而且要否定了神决定人的命运。 我强调人的命运是由神造世界, 因果也报。 因果也报。 因为在第二个理念下面, 人也要靠自己的觉悟才能够超越生死中间的烦恼和痛苦。 这种思想在印度本土的发展过程里面, 也受到了主体文化的不断的影响。 它在这样一个整体的环境里面, 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所以到了后期,到了公元之后, 在佛教里面也开始出现了期盼佛菩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来成就自己,像一种思考。 也就是佛菩萨开始具有了一种救世主的倾向。 但是佛菩萨永远不是造国主。 如果把这个人都丢掉了, 那就不是佛教了。 出现那种救世主的形象, 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间, 他们希望能够了解生死烦恼是怎么来的, 怎么才能解脱着他们的气息。 盼望着有一个像佛菩萨这样的来指引他们, 甚至来帮助他们。 就可以了。 再加上在印度的文土文化, 主流文化中间, 就是那样一种想法。 所以也是很自然而然的。 就慢慢慢慢就失去了佛教具有的那种, 在印度文中的东西。 慢慢慢慢佛教失去了它那种人文的特质, 人的足理性、奴隶性的特质。 但是到了中国, 佛教传到中国以后, 跟中国文化结合以后, 就不一样了。 虽然也受到印度后期佛教, 当时我讲的这种变化的影响, 但是也有人开始绝望到这里, 特别是跟中国文化一结合。 因为在常在中心以后, 禅宗的出现, 就让佛教, 中国的佛教, 又回归到了印度,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候的那种人文的精神, 人文的特质。 因为禅宗的核心观念, 禅宗的核心观念, 就是佛在心中。 明星渐行, 渐行成佛。 根本的问题是, 你自己能不能够找出无名啊? 觉悟人生。 你觉悟了你就是佛。 你不能觉悟你就是一个众生。 你这个人, 凡人跟佛没有根本的差异。 唯一的差异就是佛是觉悟了, 你还没有觉悟。 你禅宗反复强调, 尽处在什么? 尽处在你心中。 不能向外求, 向内求。 你可以说, 中国的禅宗, 让佛教回归到了, 回归到了, 释迦牟尼当年创立佛教的崩坏。 把佛教的人文特质重新当养起来。 所以在中国的佛教经典禅经里面, 就明确地告诉我们,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求不及, 恰如密途教。 初子没有教的, 所以你离开这个世界现实去寻找这个觉悟, 那是空的, 那是没有的, 不可能找到的, 找不到的。 他讲到他自己对佛教的领悟, 这个精神, 也可能充分体现这样一种精神, 这样一种人文的特色。 他说, 养子为佛陀, 我们最敬仰的高山养子。 我们最敬仰的人只有佛陀, 他还信佛嘛。 他把佛陀当作自己最高的信仰, 唯一的信仰, 养子为佛。 接着一句话, 完成在人格。 要达到这个目的, 要去修行这样一种信仰。 是人格的完成。 完成在人格。 人缘佛陀成了, 人做圆满了, 你就成佛了。 世明真现实。 这才是真的现实。 这也说明我们中国的佛教, 特别以禅宗为标志的, 这样的中国佛教。 它也是一种人文特质的重要。 相信人的自我圆满, 自我超越。 所以佛教也就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也就在我们的人格自我圆满的过程中间来实现。 禅宗讲, 粗粗有餐, 时时有餐, 时时有餐。 这样我们的生活中间, 无论是什么时候, 无论是什么地方, 无论是什么事情, 其实都在修这个餐。 它并不是离开这个。 其实佛教也没有那么玄乎, 也没有那么佛大。 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的。 佛教常常讲, 要以戒为师。 这一个什么戒? 这个戒就是, 你信佛就必须遵守这样一些道理。 这才是佛教信众。 什么? 就给佛教下来的定义。 这是我们现在到寺庙里面都能看到的, 这么几句话。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赤诸佛教。 最后一句话, 这就是佛教。 它就记住了三点, 很简单。 诸恶莫作, 所有坏的事情不要去做。 众善奉行, 好的事情要努力地去做。 自尽其义, 自己不断地来进化自己的心。 这就是佛教。 所以佛教也就在我们现实的人生中间, 现实的生活中间。 它也不是对一个神的崇拜, 更不是对我们的崇拜。 因为佛教要自尽其义, 要把自己心灵打扫干净。 头一个就要去要贪, 贪嗔痴嘛。 把贪嗔痴的心去掉了才能自尽其义。 我们之所以有烦恼, 有痛苦, 就因为贪嗔之所以三个心。 没去掉, 造成我们很多的恶业, 一直就得到了很多的恶报。 佛教是净化心灵。 刚才我提到谭经里面, 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能静是释迦。 什么叫释迦母义? 释迦是什么? 能静, 能够不断地进化自己性能, 能够不断地自我自觉地进化性能。 这就是释迦母义。 所以中国的佛教也凸显了这种人文的特别。 但我们又有个问题, 所以讲到中国又要讲。 我们认为好像只相信人自己, 不是宗教。 宗教就是要相信一个造物主。 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 一个语解。 比如说, 甚至于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 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 这是因为我们近代以来, 比如说三个世纪以来, 我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后。 那么什么叫做宗教? 宗教文化具有什么特色? 那么就从西方传过来。 西方传过来的描述的宗教特色, 就是基督宗教的特色, 基督宗教特色。 这是什么特色? 必须有一个造物主的信仰。 所以我们一讲到宗教, 就认为宗教就是一种造物主、 救世主信仰的一种文化。 那么在中国文化中间, 我们找不到这样一种 对造物主的绝对的崇拜, 对救世主绝对的崇拜。 我们强调对我们做人的自信, 做人的自信的提升和超越。 所以就认为中国文化中间没有宗教信仰。 这个在近代的文化中间, 可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有到今天还是影响很成。 所以我们对佛教, 刚才我讲, 多多少少少已经在本土开始 已经有一种质变。 佛成了就是主, 有了就是主这个形象。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认同他的宗教。 佛教我们就不能让他做什么。 佛教哪有造物做的? 佛教信仰一个什么样的造物做的? 没有。 佛教确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文的特色。 他一切都以围绕着人来展开。 人是根本的。 人就应当是自觉自律的。 不能够服来的。 那么他不是宗教。 是佛教里面有没有宗教的特色。 因为宗教我们不能只看到外的。 就是我们设想了一个, 构建了一个上帝的世界, 神的世界。 我们的目的。 目的还不是叫人呢? 叫人来, 要懂得感恩, 不能忘本。 做什么事情, 主要存有一个敬畏性。 我想一切宗教的本质,无非就是啥?感恩、报本、敬畏。 西方文化中间,它构建的是一个上帝的世界,来支配我们这个世界。 所以要听从上帝的意志,目的也无非,我们要感恩上帝。 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才有我们人,才有我们能够生存,必须感恩。 不能忘掉这个本,不能忘本。 而且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比较具有敬畏性,敬畏我们的上帝。 那么中国儒家文化里面有没有这个呢?当然有。 礼教里面首先一个告诉我们就是,礼仪是以敬为主。 这个敬,除了刚才我讲的,除了我刚才讲到的尊敬,人就应当懂得相互尊敬。 也包含了这个敬畏。 洪志在《荣耳论》里面讲的,君子有三位,也有这种敬畏。 为天命,为圣人,为大人之业。也希望我们有一种敬畏。 因为我们说中国没有信仰啊,错误。 这个是港美智。 它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表现形式的宗教。 我常常讲啊,我们只要从一句口头话里面就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中国是有的。 我们看看西方人有一句口头话。 碰到什么事情,高兴的、痛苦的、顺利的、不顺利的。 三口救来的就好了。 Oh my god! 我的上帝。 中国人碰到这些。 这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中国人敬畏的就是天,是祖先。 中国人不能忘掉的根本就是天地祖先。 天地是万物之本。 祖先是我们这一族类的本。 另外还不能忘掉军师。 我们的国家和老师。 只有通过国家和老师的教育, 才让我们懂得一个做人的道理。 所以李讲的有三个本还不能忘掉。 天地是生之本。 祖先是内之本。 今世之本能够让我们自己觉悟和管理好自己的智, 智力的智,智之本。 你中国人的信仰, 天地今今世。 我们知道很多老宅子的人去看, 他一定挂得这么大。 所以这个问题啊, 在经的也是有过。 学界也经过深入探讨。 物学变化。 物学变化的领导者, 抗友情。 当物学变化失败以后, 他去了欧洲, 考察了十一个国家, 回来写了文书。 欧洲十一个国, 欧洲十一个国有地。 在这里面他就反思。 他说, 为什么在中国, 改革, 没能够成功。 他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 中国信仰比较自由。 一个人既可以信佛, 也可以信如, 也可以信道。 人群中间也是那样。 有信仰这样的, 有信仰这样的, 有信仰这样的。 很难完全有一个统一意志。 我们经常看到那个时期, 形容中国人的状态, 形容中国人的社会状态是一盘散沙。 他觉得中国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信仰, 把大家聚容在一起。 像欧洲的基础宗教那样的, 那样的文化, 把大家聚在一起。 大家就有个凝聚力, 做事就比较容易达到一致。 那么他考察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后, 他提出来已经就是, 我们可以以儒家作为这样一个, 在中国文化中间, 可以以儒家作为一个统一的信仰。 他提出来以孔教为国教。 孔教为孔教。 那这个说法呢, 在当时来讲, 不太容易为大家接受。 从欧洲传过来的文化告诉我们, 尽量的进步, 尽量的社会的发展, 正是因为人从宗教的束缚下面, 争处出来以后才得到发展。 所以你只要拿一个宗教来束缚住大家, 这些时间不符合时代的进步的。 不符合时代的进步的。 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 在欧洲把宗教跟科学对一起来。 好像宗教的说法, 我会想, 做个人要诚信。 诚信这样的德行, 也是从天理之内去学来的。 因为天理就这样诚信。 今年春夏秋冬, 明年还是春夏秋冬, 后年还是春夏秋冬, 不会变。 这些是遗境里面的团。 遗境里面的光挂的团子里面有这么一道话。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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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处议的光挂 Positive Campus 我自己要约 to De E wish I should 你这么一口励 gor's 亮国的努力。 我是去小心, 我这怎么没问你 ? ISIMU Re 其实这个影响我们现在不太清楚,在西方已经有很多的反应了,包括在科学理念上面的变化,包括在科学理念上面的变化,包括在科学的反思,包括甚至在中国社会中的很多东西的反思。 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医学思想,可以说在世界上受到广泛的关注,甚至也可以在很多城堂认同,包括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里面,在西方也是越来越可以认同结束。 在西方原来的观念中,生命也是上帝一个一个制造的。没有一个血缘的家庭的组织的观念,不是很强的。 不是很强的。虽然在自然的生活中,大家也看到父母子女。但是觉得我父母把子女养到一种程度之后,完成了上帝教给的任务,可以不管了。 有些人,不许可知弃的? 不许可知弃的第三者。 不许可知弃的那种方采论,我看了一种人。 真的不许可知强 dialogont Zoom ya。 認同跟老人父母住在一起,這個家庭。 特別我看到一個,他舉著一個例子, 就有一個兒子,他自己也成家了,有三個孩子。 後來他的父親去世了,他的母親一個人住, 他就把他母親接到他家裏面來,來教育他的子女。 從來來要尊重這個祖母,要孝敬祖母。 這說明中共是一種文化的想法。 以文為本的人,也可以說一種人情惡惡的東西, 也要再被慢慢認同。 你跟法的差略在什麼地方。 新代史書有一位思想家,做了這樣一個比較, 我覺得很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比較。 他是講家裏和家法的關係。 我們現在看電視片裏面,有時候就會看到, 如果這個孩子不能把聽話,或者做了錯事, 家法伺候。 可是他就比較了。 家裏,家裏,家裏。 為什麼? 他說法是人尊, 法讓人家去尊所的, 不能這樣做,不能那樣做。 禮,使人化。 禮,使人化。禮,讓人產生變化。 反正這樣做的,現在不這樣做了,現在變成那樣做了。 於是它產生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法,使人畏,畏懼。 我出發的話,我要受到懲罰。 禮,使人親,關係更加親密。 所以我自己就是遵守, 老人,我就應該這麼尊重它。 好